作詞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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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還在期待 或許有那麼一天 不經理直前 你会突然出现 如果再见 还会不会停留 远近你的那种感觉 还会不会改变 回头看不见你的笑脸 整个世界都冷却 离物之后发现 你已不在我身边 离我渐行渐远的距离 永不交错的地平线 原来向前不如毁念 原来向前不如怀念 原来向前不如怀念 我消什么气 早晚被你气死了 怎么冲我来了 刚才你的是谁啊 不认识 他是不是就你让我找到下白鹿啊 我猜就是他 哥 你不知道还有多厉害 你嘴皮子比我还溜呢 你是不是就这么被他圈进去了 然后死活帮人家找孩子呀 我见行不行 我做好事被人来批 那个女人就是勾勇力动 你不是他活人是 完了完了 把我哥气得都给做失了呀 怎么着 要不要让我帮你去收一收他 你还有没有跟女孩样啊 成天跟小流氓似的 说白念了你 我告诉你 以后别去苏伊克那小包了 在那儿不学好 嫁得出去吗你这样 人依佩姐不是为了等你 早嫁几个来回了 我说的是这意思吗 你懂个屁呀你 那怎么着 把咱们家大车上的学生骑士船给接了 接他干吗 你不是说人家哥老李毒宾吗 我还偏不接了 我就得把他儿子找回来 让他跪着求我 没想到你还有自虐倾向啊 给你商量个事呗 看你的爆棚 那无数释放的正义感 帮你命运我这儿释放释放 你看这小米新款马上就要上市了 命运我又不想没有事 我 我送你俩子 滚蛋了 我知道了 你自己约自己吧 得行 别多了 许可 子余欧来啦 把东西都搬走啦 好 好 闻 好 都收拾好了 我明天也走 你就会安啊 好好一个家都这么给弄散了 行 不怪你 怪我 我没把你交好 爸 我那天说错话了 别往心里去 你哪有错的时候啊 都是我的错 你没错的时候 别喝了 怎么了 不想让我接她上去 杜姐 家宝都已经高三了 没必要天天去接送她吧 不行啊 她贪玩 你不管她偷懒 高三了本来就忙 要不然哪有功夫练琴啊 你又出去发传单 白天没时间发 我就晚上去发吧 老秦请了你可真是值了啊 改天我们的要劳无费 双倍 那我先走了啊 慢点啊 我先走了 妈妈知道崔瑶这孩子呢 任性 我也希望你娶一个媳妇 温温柔柔的 把你伺候得妥妥当当的 对我恭恭敬敬 谁不希望这样啊 但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你不得不承认 崔瑶的这一家 对你帮助很大 要不然这么大的北京 怎么就你留下了 怎么就你当了教授啊 我就说这做人 你就不能忘本 知道吧 妈 如果我是因为这个 才和崔瑶在一起 那才是对她最大的侮辱 你别跟我说那 我听不懂的 我只知道你有今天不容易 你要珍惜 妈 我知道你担心的是什么 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 没有崔瑶 没有崔瑶她爸 我也能在北京立住校 我也能有自己的事业 我相信你 我都跟你说了好几遍了 我相信你 但是儿子北京这么大 人这么多 你再有才华 你 你没个靠上人家 他也不认识你不是 说实话啊 你老丈人对你真是不薄 崔瑶爸爸已经跟我说过了 想送你去美国 你不是不想跟崔瑶分居吗 你去美国 你们俩就能在一块儿待着了 妈 怎么连你也这么说 你把我当什么呀 崔瑶的根屁虫啊 把她当哪儿我就得跟当哪儿 我凭什么呀 小夫妻 你分那么清楚干吗呀 你现在就到美国去 你将来不想待了 你再回来 那就是留学回来呢 妈 我不信你就看不出来 这分明就是个诱饵 崔天涛想把我这辈子 都拴在崔瑶身边 你知道吗 天家父母心有什么不对吗 错在哪儿了吗 那崔瑶爸爸不也是为了崔瑶吗 为了他女儿就能牺牲我呀 这怎么能叫牺牲呢 妈 儿子呢 你知道不知道 现在老家有多少人都羡慕你啊 人家都羡慕你能生活在大北京 你在大北京找那么好的一个工作 你娶这么漂亮的一媳妇 你能不能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 你是不是又想说 我现在这一切都是崔瑶他们家给我的 是吗 妈 我是你儿子 你为什么就不能想想 这些都是通过我努力换来的 别人在出去吃饭睡觉玩的时候 我在干什么 我在练琴 我不觉得我现在能力配不上这个工作 说到底 你不想让我和崔瑶离婚 就是因为你的虚荣心 妈 如果我现在不是一个音乐教授 只是这边一个拉琴卖艺的 你是不是又不打算认我这个儿子 叫你胡说八道 没办法跟你说话 行 没办法跟你说话 顾之善为道者 微妙玄通 身不可食 顾强为 快快快 装好了啊 快点快点快点 来 这事你叫活你就放心吧 来 装好了啊 你听着啊 路上小心点 听听没有 谁啊 去喝 去喝 真的是你啊 要不要一起喝点 你怎么跑这儿来喝酒了 我说你怎么跑这儿来喝酒了 我家就在楼下啊 你家在这个楼下 太巧了 我之前来这栋楼发过传单 然后就发现这个屋顶了 我觉得这个屋顶特别美 所以有的时候心情不好 我就会过来发发呆 干吗喝那么多酒啊 是不是心里不开心啊 你要有什么心事你可以告诉我呀 我可以当你的忠实听众 那你有没有想过 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座城市生活下来 我为了找儿子啊 但是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你们生活在北京的人是不是觉得特别幸福呀 其实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和你一样 总觉得这儿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可是当我来了之后我才发现 并不是我想的那样 可是人哪就是这样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 就会对这个地方产生感情 所以我很想在这个城市稳住交代 我很努力 真的很努力 我想在北京买个大房子 把我妈接过来 我妈为我吃了太多的苦 我想让她想想福 我也想做一个让她骄傲的儿子 可是我越来越不明白了 太累了 这次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满足她的心愿了 我不想再这么累下去 难道我错了吗 你要觉得累就歇一歇嘛 你妈妈不会怪你的 虽然我也不知道 你跟你妈妈之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但是 当妈妈的都是这样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 成为自己的骄傲 可是有的时候就会忽略 对你的这种期待 可能会给你造成很多压力吧 而且 不论她做什么 不论她说什么 她一定都是为你好 好 当妈的人就是不一样了 不许笑我 我说的是真的 听你说完刚才那些话 我心里舒服多了 那就好啊 好了 好了 不是我了 你不是说 你只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会来这儿看看吗 怎么了 是又想自己的儿子了 我每天都在想她 想她 吃没吃饱 穿没穿暖 想她到底在哪儿 有没有人打她 想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她 放心吧 你一定会找到她的 只要你坚持住 是 我必须得坚持 咬着牙都得坚持 我就不信 我找不到她 来 我 好 我 我 我 在这边 我 我 你 你真不管我呀 你真打算让我走啊 上车吧 去哪儿啊 我要去火车站 你带我上这干什么来 时间还来得及 你不着急 妈 我来北京这么多年了 你还没有去看看 我工作的地方吧 这就是 去看看吧 我去 怎么办 不然以后赶不上火车啊 许老师好 你好 许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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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平时练琴的地方 进来吧 来 好 怎么样 来 我拉了二十多年大提琴了 还从来没有跟你演奏过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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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哥 吃饭 东哥 吃饭 不是养你们这群人什么用 关键时刻还得靠我这个 猫一熊 选了十处 起来我衣服 真有人抢生意啊 你废话 没人抢生意 衣服自个儿发货啊 哪个狗板子敢在咱们身上动手 我收拾他们 你歇 歇 爹 瞧你长得也碎样 你收拾谁啊 还没区区打呢 我真要明着来我等今天 千万别打草惊说啊 明白 哥 今天你去的都没叫啊 死了 哪有那么多废话呀 等我玩玩正着找他穿上 谁又惹你了 关你屁事啊你 哪有那么多废话你 滚蛋 滚蛋 , 过来 走 要是去呢 öglich 多废话 再多废话 快来 快来 慢,快来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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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 快来 快来 妈 你觉得我拉得怎么样 我哪儿听得懂啊 不过挺好听的 你儿子我当年 就是靠着这一曲 考进了音乐学院 还拿了奖学金 你儿子其实挺厉害的 我知道 不靠别人也行 我知道 我不是怕你辛苦吗 曲和 北京那么大 你在这儿不容易 再说了干你们这一行的 想出人头地更难了 再难我也是个男人 你总不能让我去吃软饭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知道 妈 我承认崔院长这些年 一直在提拔我 但我一直很难心安理得地 去接受 因为我希望我和崔瑶之间的 感情是纯粹的 就像这次我们要离婚 也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你要相信我 我已经长大了 我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从小你说什么我都努力去做 但这一次 你让我自己拿主意 行吗 我呀 昨天一夜都没睡着 我就在想你真的长大了 你现在心里想什么 妈已经不知道了 行吧 你要离婚 我不拦着你 但是有一点啊 你得跟崔瑶的爸妈好好说 毕竟是咱对不起人家 不 咱们有什么对不起崔家的呀 你看看 你看看 你怎么还这个态度啊 好好好 我答应你啊 我一定好好处理这件事情 必要的时候 我还会去崔家父亲请罪 行了吧 但是你得答应我 别再动不动就说回老家 你才来了几天呢 我本来就想多住几天的 好 好 我答应你啊 以后再也不怎么跟你说话了 去 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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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天今天更嚣张了 室内能货一般没从咱们这儿发 怎么办 彭旅他 我自由办办 哥 你今天又跟这儿睡啊 哪那么多事啊 是我媳妇 我睡哪儿你都管 混蛋 下班了 抓紫姐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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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庄 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 开车走你的 听见没有 好 好 我在这儿呢 龙总啊 没回家 他天儿刚亮你就出来干活儿 赶上我们做物流的了啊 没事儿 有外分亮 走 物流有事儿街里街坊说话啊 帮忙没问题 没事儿 没事儿 这车谁的呀 他 不是 他 这 你呢 老陆 我啥肉买的 怎么没够我一声儿啊 我这事儿还帮朋友一忙 帮谁忙啊那这事儿 咱们先无聊 好吧 我刚让他们卖的驴肉火烧 还热乎着 咱们夜宵家早点 走走走 走 怎么样 挺香的吧 多吃点 不忘了 对了 有 有 有 喝 走 哥儿子哥 这么晚还没睡呢 来来来 趁热吃啊 味儿香 好 行了 你们这些的都下班了 好 走吧 今儿我就当你帮别人的忙 就这么着了 以后谁也不提 还是好接班 好凌鸣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我今儿是一个人来的吧 老陆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事儿 你老陆是懂交情 讲道理的人 我能跟你说清楚 自这服装市场建立起来 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你不容易 我也不容易 怎么就不能继续了呢 你别着急 红州 其实啊 我早就想跟你商量商了 你看啊 自打去年咱这市场 扩建以后 商户越来越多了 货运量也越来越大 你说你一个人 他毕竟是运力有限 现在可有客户反应 货运的速度太慢 跟不上摊 所以我这一想呢 客户有要求 咱就得满足不是 我得替你分忧啊 我还得谢谢您呢 甭客气 咱俩谁跟谁啊 我运不运得过来是我的事儿 你干货运这房是一回事儿 别一会儿掺和 你又想多了吧 我能有几辆车 我也就干点那个 零碎的散活 你原来的业务 我可一点没动 再说了 现在外边 物流公司一家比一家大 可都盯着咱这儿呢 你说与其便宜的外人 怎么就不能咱俩俩 一块发财 我觉得您说有道理 现在机动车的数量 也越来越多了 您那停车场 我觉得地儿也不大够用 我把外边沿街的 停车位给包下来 也不动你原来的业务 你看怎么样 你 你 你看不上 这点停车费 老陆我跟你说 我最后说一遍 货运这行你不能干 干了 出什么事儿自个儿兜着 话说到此好自为之 下不为例 这今天最新款啊 喂 干吗呀 干吗呢 出发吃饭呗 什么好事儿啊 你请客今天 老板怎么拿货呀这个 六十一件 它哪儿呢 行了行了 你忙着吧啊 那神经病嘛 来 我去看看吧 我需要你的 喂 我就算是要饭 我也要让开你们家走 你好 喂 老秦干戏店 上门取衣服 对不起 我们没这个业务 喂 你好 上门取衣服是吧 我们这儿有一个最低消费 一百元 没问题啊 好 那麻烦你把你的地址告诉我 十九号是吧 行 我会尽快过去取的 谢谢啊 那谁定的这规矩啊 那生意这么差 送上门来的生意为什么不接啊 做地铁铐铛 roof 坐地铁 坐公交部 不用管 你当年了 你自己去啊 我又没想让你去啊 再说这地址好像不太远 我就走路过去吧 是 不远 不远 去吧 站住 站住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怎么着 我生意你还不做了 刚电话是你打的 你可真有意思 不是已经说了吗 让你别再缠着我了 谁缠着你 我洗衣服不行啊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无聊 好啊 那我给三五五打个电话呗 看你这服务态度对不对 你 衣服在哪儿 进来呗 你拿出来吧 我不想进去 什么叫上门取义不懂啊 取不行 别动别动啊 哪个你都赔不起 跟我进来 叫你进来 来 床单被照给我插了 那有干净的赶紧换上 什么啊 这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 那请问什么是你的工作范围 我自己插也可以啊 没问题 只是我现在有点累 你等我休息会儿啊 我拆完你再走 那我先把衣服拿走 不行 你怎么做服务行业的 我跟你说说啊 服务行业拼的就是服务和态度 你说你什么服务什么态度 进来这儿不成那儿也不成 那怎么成 伸手就想吃饭吗 上门服务懂规矩吗 自戴鞋套 你说你穿着大皮鞋 往我卧室里面走 你觉得合适吗 我跟你说 这北京找工作不好找 我真不想给你老板打电话 你是拆啊 还是不拆啊 好好拆 不着急 把床单给我换上啊 给我好好展示一下 什么叫优秀的服务 我在外面等着你 一一只下 气氛不算融洽 是不是就这些了 还有没有别的 沙尔链拆下来 沙尔链拆下来 春莲 对啊 这北京吧 你说风沙太大 这沙尔链十天八月不洗 全灰蒙蒙的 赶紧给我拆啊 那儿有凳子啊 你轻点轻点啊 注意啊 弄坏赔不起你 虽然对兴趣也不乱 他们还是时不时的 到以前中国的地方 去算了 人家的贵女有花带 天赋钱他买来 你太高了 够不着 能不能帮个忙 我知道你不会帮忙 这你贴身穿的秋裤也要洗啊 这我不洗 不洗你放在里头 就这些了吗 没有别的了吧 暂时就这些吧 还没想好呢 想好通知你 行 如果之后 有什么贴身的内衣要洗的话 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回来了 这么多呀 你放这儿我来 放这儿我来 我来 这么多怎么呀 再遇上了一个大客户 累坏了吧 慢点儿喝 慢点儿喝 你这一趟可值了 老板 回来路上 我想了一下 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挺懒的 不如咱们增加一个上文取义的服务 生意肯定能变好 还能增加不少回头客 想法是个好想法 不过这个店里的情况你也清楚 就咱们俩 我也没有再多的钱雇人了 谁干呀你说这谁 我干呀 你在店里待着就行 我觉得咱们应该试试 你要真想干 我支持你 周末加一个菜 你真要把这个生意干好了 我给你提成 我给你提 提成 行 穿就给我 就穿 你就穿 你就穿 就穿 穿就给我保暖 来 走啦 笑话 喂 您好 老秦干洗 喂 赶紧过来一趟 我拉东西还没洗呢 您是哪位 我红妆 别装提不出来啊 刚才已经拿了这么多衣服了 你要不着急的话 下回再说吧 我不急我找你干嘛 快点啊 小样 我累不死你 笑我 怎么了 还是刚才的那个客人 说有些衣服落下了 让我现在去取 刚才那是大客户 快去快去快去 我来我来 快去 这儿我盯着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洗的 那你把它拿出来 别愣着你动啊 行 好 遇到您这样的人 我认栽 我来搬 你服务态度好点 你没事吧 没事 不要你可怜我 好 这什么东西这么沉 注意点 注意点啊 你看 我今天一帮你就行啊 你求我帮你 不用你帮 来 喂 怎么了 好 我知道了 出去的时候 帮我告诉门啊 你 怎么回事啊 哥 你怎么在这儿 我都知道了 老陆敢抢你的生意 人我都叫你起来 你翻话吧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回去 哥 你回去 钟哥 老陆的车又来拉货了 被洪淼撞见 给安排成这样了 整事是吧 老狐狸 你们在这儿候着别动 你们俩跟我来 回去 怎么了 怎么了 出事了 他们把大车横在门口 里面都进不去 外面都出不来 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我跟你们说白天别装货 怎么着 我说话你们听不懂是怎么着 货主们都着急啊 我也是为了留住客户嘛 这给我找麻烦 洪忠他人呢 他还说什么 他就是让您出来 不行咱就报警吧 报个屁 咱们货运还没有运营证呢 不是给自己找个事 行了行了行了 你先稳住他 我这就赶回来 您的牙不拔了 不拔了 我这一嘴牙啊 能不能保住还不知道 累死我了 累不累 累 我怎么 我可发现了 大孩子是个力气活 累死我了 快点 累死了 姐 想吃点什么 童童 你想吃点什么 我想吃米饭 你看童童 就是为了给我省钱 好 咱们去吃鱼翅泡饭怎么样 好 看那个 是这个楼吗 好 多少了 给我处理了 8203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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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既然呢咱们去哪家吃 吃什么吃啊 没有胃口 回去 回去 老公 陆总电话打不通 要不您先回去 我再联系他 我不着急 我等他 要不您把这 车给挪一下呗 那个 买东西的人进不去 出不来的 咱再急别把事弄大 这事跟咱们有关系吗 你出去告诉他们啊 小车想出去出去 想进来就算了 挪人得去多麻烦 来 陆总 陆总 我 你赶紧你说说去呀 我说哪管用 行行行 我来不来不来 陆总 你要是暂不发货 让对方让我赔了 咱那有合同的 我只能找你了啊 别啊 你这 我说 就这位神仙 我哪惹得起他呀 你自己去跟他说说 不是 你这是什么主意啊 我哪惹得起啊 那是谁啊 那是红忠 那是爷爷 那还得你说 可我 陆总 陆哥 陆爷爷 我求你的 你 你你容我想想 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容我想想 你 陆总 你看看 我这 人上岁数了 零件都不成 刚去拔科牙 屁大的功夫 就闹出这么大误会了 快说 陆总 我了解过了 是我们那侯经理呀 帮朋友给我忙运点东西 纯属私人交情 去跟咱那几个司机师傅说 咱车不挪地 找人换他们班 继续啊 那别人怎么做生意啊 我管哪 我现在说话算个屁啊 我自个儿生意都做不下去了 红卓 你看看 我这车 它一直都没动过呀 你这都看见的 就今天 红卓 我说这么多 你好歹给陆总说个面子 老陆 你觉着你说这话我能信吗 这停车场啊冷冷清清的 我也不想这样 红卓 老陆啊 你要再给我整个事的话 我天天堵着门 让你这停车场 掌草种地你信吗 我信 我信 红卓 那今儿这事 就这样吧 我也玩够了 那我就让他 带货 这我 不用谢谢 带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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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寓怎么走 前面那座黄楼就是 谢谢啊 不客气 这车这么破了还有人修啊 这车是我卖的 你别看它样子有点难看 那骑起来一点毛病都没有 可这空气越来越差了 以后还有人骑车吗 再说你这款事 看起来挺老挺旧的 我估计 白送给别人 别人都不会要 这话说的有人要 花个百十块钱的 骑着上下班 多好呀 八十 我买了 什么 这车你要 你压根就不是温度吧 你这是变着方来套我呢 你卖不卖吧 既然我已经吐了嘴了 我也不给你讨价还价 就一百 一百 一百也行 你把那车架再送给我 要不然我没法装东西 因为相信爱 所以还在等待 因为有你在 所以还相信未来 因为看到路 所以不怕分开 就算再失败重来 短暂的相见 短暂的相见 眼长长思念 想勇格幸福 流着泪露出笑颜 梦中再出现 过去的笑脸 从今的缓怀相见 从今的缓怀相见 也不羡慕 也不羡慕顺你烟火 也不羡慕顺你烟火 我悄悄绽放 希望你能发现 与你能共有绚烂 但看�来 希望我能拥抱 因为相信爱 所以还在等待 因为有你在 所以爱相信回来 所以还相信回来 因为看到路 所以不能分开 让我们为爱和财 让我们为爱和财